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冲锋陷阵 密大市阵 美国大学的校季美式足球竞赛 自从8月26日起展开例行赛季之后 11月6日到12日已经完成第11周赛程 密西根大学的球队以24比15 立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队 保持10场连续不败记录 密西根大学队是于10月21日 以49比0横扫速敌密西根州立大学队 拿到本球季第8胜 该队于11月4日在第9场比赛 于密西根大学球场Michigan Stadium遭遇普渡大学 于11万245名球迷面前 以41比13高奏凯德 双方在这场赛事上半场得分为14比9 由密西根大学队领先 可惜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队在第三节脚交白卷 虽然球队于中场前一分钟59秒 把握机会由8马短攻得到6分 可是时不我语只有向对方称臣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队此意先以20马定位球攻门得到3分 全场只有26分钟48秒掌握球权 除了第三节之外 每节都至少有得到3分 密西根大学队的两名跑风 科鲁姆 布雷克诺伦·科鲁姆和艾德沃兹 Donovan Edwards 是攻击端的英雄人物 两人共把握住三次得分机会 科鲁姆现年22岁 身高5尺8寸 全场有26次冲锋 累计推进145马 最长前进距离44马 有两次冲锋达阵 艾德沃兹现年20岁 身高6尺1寸 全场有10次冲锋 累计推进52马 最长前进距离22马 有一次冲锋达阵 密西根大学队全场冲锋进攻形势不断 全场共有46次冲锋 累计推进227马 最长前进距离44马 有两次冲锋达阵 密西根大学队因此平面路战成功 然立体空战平常 先发的20岁四分位麦卡 Young Jonathan James MC Carvey 身高6尺3寸 没有遭到过拦截 总共和4名队友合作 船球8次 其中7次成功 最长船接距离19马 累计船接只有推进60马 没有船接成功达阵 同时也和3名队友合作 有三次达阵过 彭广阳 2023年11月11日